台灣星期日舉行了2016年總統大選首場候選人辯論 兩岸關係成為三位候選人爭論的焦點議題之一 民將黨總統候選人蔡英文提到兩岸政策時 再度強調維持現狀並解釋他的維持現狀不同點在於民主透明、人民參與 國民黨總統候選人朱立倫則重申 兩岸和平往來是建構在九二共識的基礎上 他說有關九二共識的問題對台灣太重要 朱立倫說台灣人民需要一個明確的答案 國際看來台灣也有關係 請問蔡英文主席你到底是接受還是不接受九二共識呢? 如果你還是要模糊化台灣的前途就不能夠模糊了 蔡英文則強調關於九二共識的問題他已經說得很清楚 他說跟到美國的戰略國際研究中心演講 一直以來他的講法都一致 也就是說在現行中華民國體制之下 遵循民意、遵循民主機制、推動兩岸關係 他繼續表示他相信中國大陸方面都會秉持一貫理性態度 和民進黨互動台灣畢竟是一個民主社會 民主必定有一個政黨輪替一定有不同主張政黨輪流在執政 他相信大陸的領導人也好、決策人也好 也都會認識到台灣是一個民主生活的現實 他會尊重他們 他還說過去二十多年來累積成說也是他去處理兩岸關係的基礎 九二共識不是唯一的選項 國民黨主席朱立良日前陳表示 不接受九二共識就是挑釁 蔡英文還說如果他當選總統的話他不會挑釁 希望兩岸能夠平心靜氣坐下來理性去談問題 一開始 第四季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